这个应该没有走太大 原则上您进来之后呢 您也可以顺便听一下 进来之后它会有一个这样的画面 跟我们刚刚看到那最新版本13的版本 不太一样 不过基本的功能是这样的 它会有一个完整的编辑层次 也有一个快捷精灵 那DV图DVP 这个部分可能老师 大概现阶段应该用到去比较少 因为这个比较就是像那种代诸负责 代诸的那种机器的话 如果你录了 它就直接截取 截取完 直接在刚刚刚烧录成DVD 有点像那次我们在外面 有一个叫DVD录放影机那种感觉 就是你DVD放进去 它都帮你录进去 然后就直接造成光影 造成光影 所以这个可能大概用它机会比较少 那在这边会有一个就是16.9 16.9的 预设它是4比3 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现在慢慢的变续屏幕 所以那个如果你看电影来讲 我平常看的那个电影 老师的老板 因为电影版是比较不穿的 那电影版就用16.9了 所以如果你看影片来说 16.9是让效果确实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 个人觉得 如果我拿来工作用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看 因为16.9 人看起来都平点的 这些东西看起来 因为比例的关系会到压点 所以会有一点点不习惯 如果看影片 因为视角比较差 所以看起来觉得比较舒适 好 OK 这是一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影片截取应该就还好了 所以我这个给各位看一下画面就好了 所以 各位用到机会比较少 我们来看这个快点精灵的部分 快点精灵原则上 它变到快点精灵就速度有快了 所以新版本自然也会有一些 它的那个新的版本 那您可以看到左手边这边 有截取 插入视讯 插入视讯 插入影像 跟这个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当然没什么问题 只是在会生会 里面要稍微出乎一下 就是 如果老师您的是照片的 您过过插入视讯 很大就会找不到 就是说您这两个要稍微公开 你在影像这边 你找视讯也找不到 有些可能刚才以后都会混淆 那另外呢 这边哪都会用到 有些时候 老师比如说您有去租那个片子啊 可能您要做教学用啊 那 先让我们去租那个片子 DVD 请问可不可以直接卡费 大家都有 表示着我吃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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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如果直接放到那个 迷手里面 都不行对不对 他就告诉你这是有感情的 其实 如果老师您教学使用 需要寻一部的影片请放进去就好 我常要寻一部影片 不要全部 它就放进去然后就可以勾 看你要哪一个章节 就勾起来 那它就可以推进来 先转眼就看得到就试得到 它只是多一个稿户而已 那其实说真的 像老师如果说真的您有需要 像我自己 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 我有进那个乔武码 乔武码没能抠 很讨厌 我们有买不能抠 我们要做个备认 那小朋友要给你用 所以有这种开放原始码 我们没有用破解的 这个是开放原始码 你在我的部落格上看就知道 其实 我的名字我买关键字 老师如果 我的部落格不好找 平常老师都没有做那个客人的形象 那我做关键字的形象 这样你才不用地外部落格 把我的名字我打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会打到 有没有 点这里不用钱 点这个要钱 当然这边是广告 我的关键是广告 这样 因为没有人会跟我名字一样 所以我这样一次大概0.6还是0.7 如果你打这边点这边就不用钱了 因为那个都行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你找一个DVD这个关键字 有一个叫DVD43 应该找得到 DVD43 应该找得到 这个是像我们一般看到 那个有破解的是什么 什么DVD Chrome之类 感觉不用那么麻烦 我们没有感觉很破解的 这个是开放原始码 在开放原始码 那你点进去之后 很好玩 它就是一个常速的程式 所以你执行过之后 你看一下 它会在你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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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会在你的右下角 做一个 其实运动的你跟 如果你是用过DVD 可用之类的都一样 它只是把那个保护 就是 先藏住 平常你藏住之后 你要复制档案 都跟原本的方式一模一样 它只是把那个保护 自动挤开 因为这个是 我是用 这个是免费的 我没有介绍破解 我们这样都没有破解的 这是开放原则 因为其实有时候 我们是自己的东西要做备份 如果不能考虑 这样就很麻烦了 所以像 这个只能说 保护是一种参考 一种参考 那这个 我们的目的 还是 只剩备份 而我们会做非白 OK 所以这个 小软件你可以参考看看 因为我记得上面有 因为 如果 你用力 走 就是很正常 这是很正常的 好 这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如果 你不需要用软品浴长度 你也可以 简单感即使用 这个方式就可以把它抓进来 抓在一部分的照片进来 影片 那么这个是快点进去第一个步骤 那步骤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选范本 就选范本 那您可以看到在12的这个版本 它的范本 跟11老实讲差不多 12的范本分加的比较少一点 比较少不像之前改变那么大 但是也还不错 不过它的范本这边 会有分两个 有分照片的就是影像的 跟影片的 也就是说 如果说老师您刚刚在前面那个步骤 我如果放进来的 都是照片 那么它预设就会用照片的主题 那如果您有照片又有影片 那它就会自动切换到影片的主题 这两个它会稍微区分一下 区分一下 在以前的版本是如果你有影片 就不能用 就是那个影像的这个范本 但是新版本 我既然是可以的 我没有特别再推试一下 所以不见得说一定要用 所以你点了一下 就可以套用范本 套用好了之后最好可以稍微 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这里面呢有三个选项 这个大概就分之前都相同 直接变成一个资讯档 当然这种方式只能在哪里 只能在电脑面部 那如果老师您想要建立成标准的光节 那就要透过这个地方 透过这个地方 那这里面呢 像 我们现在有一些光源 影片不是进来就有选单吗 选单 你要看哪一段啊 就可以 这边就可以做那个光源的选单 当然最后如果您觉得 嗯 快点进不错 但是可能有些东西 把它在正直记的编辑 你就可以做好的时候 再从这边 到标准层次里面来建立 这个大概是整个的一个流程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请老师呢 一起来做看看 你把这个打开 打开之后在这边 对不对 在这里 我们就直接变到快点进去 那我刚刚呢 已经有偷偷放一些素材上去了 因为现在老师都下的还差不多了 您看这边 我有放一些素材进来 好在这边 我有放那个GoFact的 一个影像素材 范例的 影像素材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声音的 所以老师呢 您就不用全部抓了 因为这个档案真的比较大 您就看哪一段 那就稍微抓一下就好 因为这个太大了 那您要抓的话 您到这边来 好 比如说我先重新整理一下 这样就看到比较多 对吧? 如果您要哪个音乐素材点进去 那哪一个就点下去 就直接存就好了 好 就不要全部抓 因为这个实在是有点大 有点大 那我把他们还给老师 您看到这边有没有 就像刚刚一样 所以他现在这个叫插入数位媒体 插入数位媒体 那么如果是解体的部分 其实解体还可以从一个地方来 解体还可以用在两个地方 平常我们如果您是用那个光碟式的 或是那个硬碟式的 大概解体也可以用 因为比如说您有不高画质的 可以把它们解体进来 那还有两个地方可以用 老师有看过人家那个 网路上不是有播放很多电视节目的影片吗 电视节目 比如说刚刚播完 把这个节目播完 马上网路上就出现 可以看 就是把电视接到电脑萤幕上 你可以透过这个解体把它录一下 有点像录影 把电脑当作录影星 第二个 老师这个 网路上网路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他也可以当作一个解体的来源 可以比如说老师